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省长官林郑月娥在例行抗疫记者会再次被问及要不要为防疫政策失误 导致今波疫情累积7000多人死亡而问责道歉 她说第一宗Omicron本地个案在去年年底出现 当局之后成功压止扩散 今次爆发是源于检疫酒店 是在一个检疫酒店里面有一位人士快完成了检疫期 被另一位新进来检疫的人士感染 这不是人为上的错误 是在一个公共卫生危机里面 有时是没有办法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因素 同样地针对全民强制检测 我们一早都认为时机是重要的 但是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 在2月之后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爆发 至于星期六公布由劳福局牵头 设立检讨院社抗疫能力跨部门工作小组 林郑月娥澄清 小组并不是就今次疫情成立的检讨委员会 我觉得一个这么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涉及了相当多的死亡个案 而我在这里也对每一位离世的人士 他的家人是致意深切的慰问 所以是值得一个全面的检讨 但是这个现在我们还在疫情的期间 而且都未能完全可以有信心 就说在短期内会走出这个疫情 所以作为现任的行政长官 我就真的不觉得 现在应该去分心处理 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调查 相信下一届政府是会认真处理的 如果下一届政府需要本人 作为这次抗疫的主体负责人提供意见 我很乐意提供意见 他又希望社会实事求是 支持政府找出一套最有利于香港抗疫的方案 尽快走出疫情 当局的通告说 为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经专家评估研判 决定全市展开新一轮的核酸西查 分区以黄浦江为界 浦东、浦南和隔离的区域 先在星期一下午5点起 封控4日进行核酸西查 到星期五下午5点解封 同时浦西的重点区域都要封控管理 至于普世地区紧接在星期五下午3点起 封控到下星期二 封控区所有人要足不出户 所有企业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 保障生活和城市运行的公共服务获得豁免 外卖和快递等实行无接触配送 不可以进入住宅小区 封控区内公共交通、地铁、网约车、的士 要暂停营运 当局要求各部门确保市民生活必需品公益充足 也要求应急医疗维持服务 而在之前一天 上海当局在疫情记者会上 专家组成员曾经强调上海不会封城 而当局在最新通告 以设快式、网格化和分区分批 来形容这次全民核酸西茶行动 上海在过去一个礼拜 已经录得过万种病例 当中大部分为无症状感染者 之前已经展开过多轮的核酸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潘慧能报道 声道日报社论 俄乌战争爆发 美国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元 又将俄国银行 Tetra Swift国际结算系统 抢策俄国经贸金融 也都令到外界深切认识到美元霸权的威力 美国不容中国超越 中美斗争将会越演越烈 为免美国利用美元重创中国 中国必须要利用国际对美元移类增加 中国外贸影响力增大的时机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也都要主动把握这个机遇 明报社评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一个月 美欧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升级 并且扩大打击范围 试图逼使中国和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突然访问印度 对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没有重大成果 但这两个大国同时不听美国的指挥棒 抵御美欧压力的能力也会倍增 大公报社评 疫情严峻有一些外国企业或者会迁走 但只要能够创造财富 能够提供发展机遇 香港还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进驻 坚定抗疫方向 并不意味完全同国际切割 但动态清零的策略不能够有变 融入国家发展大国的方向不能够有变 早日吻控疫情的决心和行动 更加不能够有变 又到了中华略景的时间 世界首条仿生瓶沙亮上上海 为游客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高科技海洋生物视觉盛演 一起去看看 上海这间海洋公园 近日进驻了一位新来宾 一条美丽的瓶沙在水中上浮下潜 同一种色彩斑斓的鱼并掩游吸引游客的目光 其实它是研究人员制造的大型水下观赏仿生鱼 它怎样模仪真实的瓶沙呢 从这个水下节目来说 就是放生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推进方式 就是简单地说就是在水下这种游动的方式 比如我们传统的水下机器人是以这种螺旋桨和泵喷这种方式为主 而放生是通过模仿鱼类和鲸豚类那种海洋生物的游动 一条瓶沙长4.7米重达350公斤 可以在水中灵活至于无以真实的瓶沙 完成各类动作 游客很难只是从外观就分辨出它是机械人 就是用科技来模拟这种大型或者珍惜的这种海洋生物 然后把它们用科技的方法带到人们的眼前 一个是一方面让人们这种了解海洋了解海洋生物 方鹤林所在的研究团队希望透过研发水下机械人 引起大众关注海洋生态 团队还研制出其他的小型仿生水下生物 希望水下智能仿生科技走入校园 武士电视机架一旺先学不到 福建石斯市有一间特别的饭头店 开业超过十年以指送不卖的方式经营 一起看看为什么 这间饭头店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它是弱势社群的救命店铺 因为店里面的饭头只送不卖 开业十一年店铺免费派发超过三百万个饭头 去年十一月因为经营不善曾经停业 幸好得到当局主动提供店面 并免除租金和水电费 一号召企业团体捐款 饭头店在近日重开 我们提供潜力的帮助 为它提供基础的 包括我们店铺的装修 包括通过一些善心的企业 从一些款保证两年的这样一些印银 来把这个店自私地开下去 饭头店重开之后整理经营策略 决定采用以商养善方式保证营运 每日向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免费饭头之余 同时都以每个饭头一元的价格销售 收入所得全部用于支撑日常营运 饭头店重开当日 很多市民都来光顾 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做公益就是一个心 所以说看到帮助的这些人得到帮助 我们心很开心就行了 现在饭头店已经成为石狮市的招牌店铺 无线电视记者随进入报道 春回大地 内地多处呈现白花盛开的美景 吸引游客到来观赏 也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一起看看 在云南的过咎 山上白茫茫的梨花一望无际 形成如丝如画的梨花谷 令人想起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绝美景象 当地吸引游客观光赏花 发展乡村旅游 不单比游客更了解民族文化 同时也增加村民收入 为乡村注入了活力 在江苏而兴 一万二千公顷的竹海 五千四百公顷的茶树虫 和超过十个湖泊和水库 形成自然风景区 山坡上早春的梅花开门之头 远看还以为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 融入绿色直辟覆盖的山间 去到河南省 就有另一番不同的风景 粉红色的桃花在黄河大峡谷的中段 沿着懸崖盛开 黄河既侵蚀又滋养着峡谷 峭碧延伸,奇石临立 绿树影衬,尽险大自然的鬼虎神功 在浙江金华,青山绿水之间 整片的茶树就像翠绿的地毯一样 覆盖起伏的山幽 有游客乘坐小船在水中荡漾 感受春天的气息 当地政府近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和乡村旅游 增加村民的收入资源 亦都为农村带来新的景象 这次中华略境报道员